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穿墙性能 它的距离来测试一下 现场连接的是一款BMD的8K导播台 这一款40路的导播台功能很强大 好 现在看一下 现在这个主机连接到面板上 都会我们这一台通话主机放在这里了 连接到这台面板上 上面这一台是我们新款的主机 今天测试的就是这一款 最大的区别是带了一个分机静音按键功能 这是一个新款的 下面是一个老款的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新款的 现在先切一下 把面板一块给带上 切一下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一下现场 去看一下它这个穿墙性的 现在这是一面墙 对 这一面墙 首先穿过这一面墙 对 这面的话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个墙 上面能够看到是红砖的填充墙 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面也是填充墙 填充墙 我们要走到尽头 走到那头的那个演播室 现在这是一个2号的演播室 它里面是和4号中间是有个墙的 我们现在再往这边走 这面是6号 6号中间和4号也是有一个墙 再往这边走 到8号 我们要走到8号的最里面 8号的最里面 这里面也是有个墙 好 接下来我们往里走 看一下 8号这里面又是一个演播室 这都是一间一间的 现在我们进来了 看一下这个是现场 好 看一下 要是听得清晰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比以前清楚多了 感觉就像在耳朵旁边说一样 感觉就像在耳朵旁边说一样 好 那我听一下这个 来试一下 现在是7号 6号准备 现在是6号 7号准备 好 这个就是从导播那边传过来声音 能听到比原来清晰多了 现在这是一个16K的音质 以前是8K的 以前是8K的